原來你是來求和的呀 怎麼了 知道害怕了 來人錯呀 對不起 上次是我不該弄手的 裝模作樣 行 你要是給我跪下來 我就原諒你 你還真跪呀 我跟你說啊 你少過來這趟啊 男兒膝下有黃金 是個爺們就給我起來 我錯了 哥 你給我起來 子豪哥 我要你給我起來 下回不過的話我給你磕頭 請你原諒我吧 請你原諒我我真的錯了 子豪哥 請你出面成親 原諒我跟若男姐吧 不過若男你可真有本事啊 子達你聽我說啊 他現在是在給你洗腦 讓你對他百依百順 但是過幾年以後 當你有了自己的想法 你不想再被他剝削的時候 他就會一腳把你踢開 到時候他會立馬找到 另外一個人來取代你 就像現在一樣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的 是我自己要來的 不是若男姐讓我來的 你原諒我們吧 只要成親 什麼都可以 好 我可以去澄清 你先起來好不好 來 起來 真的 我可以去 你真的願意澄清了 子達我本來就不是衝你來的 我可以替你去澄清 但獨顧若男那兒不可能 我是絕對不會原諒她的 為什麼 她已經不順你經紀人了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為什麼還要纏著她 我要怎麼做 才能讓你原諒若男姐 你要我怎麼做 你說啊 你說啊 你說你要我怎麼做 你說得沒錯 我跟她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我幹嘛還有為難她 那是不是只要我以後 不再針對孤若男 我讓你做什麼都行 是 好 你說的 小鬼 怎麼就你一個在家 思達呢 我真想問你呢 她沒跟你在一起嗎 找不到人 打電話也不接 怎麼了 早晨我就覺得她面色不對啊 還特意盯著過她呢 會不會出事 你先別著急 我們冷靜地分析一下 坐 思達的潛意識中 肯定以為是她的原因 導致你被粉絲圍攻 所以她應該一直在尋找解決的方法 我都解決不了 那小鬼怎麼解決 或者換一種思路來說 在她接觸的人中 有沒有人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呢 宋子豪 紫豪就對思達有很大的敵意 她去找她的話 那是宋斯 現在的當務之急 是應該找到思達 我想起來了 我有偷偷地 在思達的手機上 裝過定位軟件 你是變態嗎 當務之急 在夜店 小鬼跑夜店去幹嘛